在东方哲学里 其实东方是一种 无界的一个感觉 我希望借用无界的这样一个感觉 让我们可以处理旁通 获得一些经验 因为其实所谓的创新 在我的这个单元里面 我想体现的不是说 这个世上有其他的几种苹果 那我种出来一个全新的品种 给你看是OK 我种出来一个七彩的苹果 是世上没有的 它不是一个结果 我希望给它的是一个土壤 一个种子 从根本上来产生一些启发 这种启发 我希望它是一种内在的驱动力 让大家可以每个个体 在获得这种内在的驱动之后 更主动地去产生一个 一个更好的一个作品的 创作的一个提升 因为这个空间 也给展览呈现了一个 很不一样的一个韵味 它会从你一个 就是你一个客观的视角 因为空间变化让你变成主观 又会从主观变成客观 它其实在一种无声下 很微妙地通过空间 来调整你的位置跟你的情绪 因为施拉泽 她本身是一个伊朗裔的 一个英国国宝级的女艺术家 她非常喜欢中国的文化 她来中国很多次 然后她有很多的 这样的一个折思 同时作品非常的尽美 又充满了一个爆破力 是非常有力量的一个 一个女性艺术家 她不仅只是影像本身 她里面这个弧形的屏幕 跟这弧形的椅子 这是艺术家的要求 是她作品的共同的部分 所以进驻师 在她这个部分 开始进入了二层的廊桥 你到了上面那个视角 你就可以去 俯视的视角 去看到她这个整体性 你就更看到她作品的 一个相对完整 接着往上走 到了梁绍基老师的 这个残残残 它这个是有一个挑高的 一个残丝的一个装置 然后它这个房间是没有顶 其他房间是有顶的 那你从这个角度呢 一方面你可以看到 它上面的这个装置 悬挂的部分 所以它这样一个动作 马上破解了 那个艺术的严肃感 让你在莫名地 转换一种情绪 接着你再往下走 没走多少 就到了乌雷的这个情人长城 然后这时候到了 我们坡道的一个转折 它把这个坡道的设计 下坡的设计 留给了长城这个空间 你感觉你好像站在长城上 看见对面长城的人 在发生什么样的故事 你一下子你就觉得 你明白吗 你在现实场景中的 那一个遥望 你就不觉得 你跟这个艺术作品卷子 这时候你需要 顺着动线往下走 它墙面上贴墙而立的这个 其实是个投影 是个三屏的梁绍基老师的碑 这个作品的声音 是梁绍基老师的呼吸声 这个声音 其实它在这个作品创作中 寻找了很多年 最后决定用它自己的呼吸声 所以这个作品出现在这儿 我觉得极其的巧妙 就是我非常幸运 它像一种命运的安排 你知道那种松弛贴近 让你这时候和艺术融在一体的 那个感觉是非常奇妙的 所以包括顺着这个路线到最后 然后我们是用那个 Ron Marks的作品来结束 因为它也用这个数字艺术 给很多的这个影剧 做了很厉害的片头 比如说像西部世界等等的 它有11次提名 然后有两次 得了两次爱美奖 就是我们的题目叫做幻想的诗学 然后继续给人 这个展览结束了 但是并不是一切结束了 它还让你带着这种幻想 可以带你 希望可以带你去更无边的一个时机 因为本身电影是第七艺术 它难过了前面的六种艺术 它是非常综合的 同时呢 电影叫它是一种美誉 它在向外面传递着美 方方面面的美 其实我们整个的世界 非常需要这些美 包括这次的展览 为什么是全程向公众免费开放 因为我们希望 不仅可以服务到电影行业 服务到艺术行业 我们也更希望很多的大众 可以走到我们的这个展览里面来 包括借用这些明星朋友的力量 胡歌黄博等等的 肖阳 刘雨昕 王玉恒老师 然后还有那个人科 借用他们的力量 他们全部都是免费帮我 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和信任 这个《相遇海报》 《大师相遇海报》 一经发出 马上上了热搜 是非常好的 所以证明大家其实 是有发现美的眼睛 和这个判断的 这个是让我觉得很兴奋的 因为你在输出的东西的时候 它其实是要对象的 这个才成立 而不是说自己在这自娱自乐 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他们的更大力量 让更多人走进所谓的小众的艺术 知道我们幻想事学这个展览 因为只有这样关联起来 我们想做的这种改变 才是有可能的 当然这种影响 它不会是一个巨大的 或者说立竿见影的 它可能像一个小小的蚂蚁 但是不惜魁步无一致千里 总要有很多人来做 然后更大的声音 才会引起这样的一个改变